哎 邢总 我想跟您反映一件事情 什么情况 你说吧 咱们公司不是新来了一位人事经理吗 他的招聘方式和咱们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农村的 他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就刷掉了 这样的话 本来条件也都挺好的 各方面知识也不错 如果这样被刷掉的话 真的是太可惜了 还有这种情况 是的 邢总 这样 他应该不认识我吧 不认识 他才来几天 好 我去会会他 郭经理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笑什么笑啊 站好了 哟 工作经历还挺丰富的嘛 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上面不是写的吗 问你你就答哪那么多废话呀 我河北大学毕业的 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呀 不是领导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工作还分城市和农村吗 这有什么关系呀 这当然有关系啦 这农村人啊就应该在农村待着 喂喂猪 种种地 跑我们城市里干什么来了 不是领导 你家网上 鼠三代不是农村人呀 如果不是我们农村人 每天辛辛苦苦 面朝黄土 背朝天 你们吃什么 吃土吗 这农村人身上啊 流着农村人的血 他就应该在农村待着 我们公司啊 不要农村人 走吧 郭经理 哎 邢总 你也在呀 邢总 原来你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邢总 你不要农村人 没有关系啊 但是 也不要在农村人开的公司里工作 你被开除了 出去 邢总 我可是高材生 离开你们公司 我照样可以出去找到工作 滚